打招呼 誰在跟你打招呼 草 他是誰 草 草在跟你打招呼是不是 對 草在跟我打招呼 好 那我問你我們今天來到什麼樣的地方 小屁 我們家的最好聽 不是啦 我們家附近的那個園區對不對 然後後面是什麼 草青和農田 對 漂亮不漂亮 漂亮 那問你 你看到這樣子的時候 你心裡有什麼感覺 很棒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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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美 那你覺得心情很好嗎 你給你看到這個照片的那個照片那種感覺 這個 這樣子 好紅情 很美 可以感動 藍藍爆之女 人的心裡 什麼意思 人的心 人的心 怎樣 人的心 怎樣 櫃蝶子 櫃蝶子 櫃蝶子很滿 所以這個風景很美 看得很舒服 風景很美看得很舒服對不對 我們用的是大自然的能量 大自然的能量沒錯 有一個哲學家叫做杜威 他有認為藝術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下降到生活之中 然後呢 與自然產生互動 那才是最深吃的美感 這樣叫 豬搖來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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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搖去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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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搖去搖去搖去 豬搖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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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感覺他要跟我們說的地方 那你有這種感覺或是想要做一些什麼東西加進去嗎 還是說你會想要有什麼東西跟他產生互動嗎 比如說奔跑 轉圈圈 還是像你剛剛一樣躺下來 你會想要 你會想要躺下來對不對 然後感受他舒服 感受他舒服對不對 好那所以我一講說 藝術這件事情 魂魏的創作就是在你 把你的感覺表現出來的時候送這件事情 比如說像弟弟就在旁邊盡情的奔跑對不對 他到以前到草皮他就開開金 對搞不好他這種其實就是另外一種藝術的表現 他那種叫做肢體跟舞蹈的表現 好那所以 這一集主要是在講 他認為所謂的藝術跟美感 其實是應該要回歸到平常的自然生活那種 然後他認為啊 與藝術相對 要感受自然的豬 對 他覺得與藝術相對的意思是道德 而是所謂的重複性的機械創 機械 機械運作 這件事情才是與藝術相對的 好啦我們最後要跟大家說拜拜喔 雨昂 金牌 我們要跟大家說拜拜喔 弟弟 弟 我們只看到弟弟的背影了 弟弟在騰食了 拜拜 再多個片 耶 我們要把他解釋 我們來看見 快點 我們來看見 借助 你 我們來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